人爱心感动了许多人 使得计划进行得相当顺利 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军环 目前中心内已饲养28只袋鼠及一只骆驼 巴恩斯的故事也被拍成短片 于动保相关的平台上播放 希望借由他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 加入爱护动物行业 善的力量需要您的参与 生命电视与您一起 用行动挽回时代的迷思 用慈悲缔造和平性世界 众凤行 酒肉不过口 无有物乱意 若当所生处天人常奉事 若其受终后 二十五神影 五福自然来 光影 甚 微微 佛说完 前面的这叫长行 后面叫寄送 这是在佛经里边经常出现的 两种不同的形式 为什么会用这种方法呢 佛是大智慧者 知道众生记性不好 但是也知道众生不愿意听重复的话 所以变一种方式来给我们 说再说一遍 变一种方式 让我们好记忆 另外参加法会有来迟的来早的 那么来得晚了可以听第二遍的寄送 内容还是一样的 佛说不杀就能够得长寿 大家要想能够身体好 长寿 延年益寿 我们居士都知道 除了戒杀以外 还要放生 戒杀放生 这是海涛法师 一直极力提倡 不单能够长寿 而且能够健康 没有病 这里说的鲜肥 意思不是让大家长得 非常 太胖了 而是指的身体健康 身体好 颜色正常 一切受天位深暗光影制 如果升到天上的话 天人的身体自然就会发光 有人说 极乐世界有没有太阳月亮 没有 因为什么 不需要 极乐世界所有的东西都发光 自己的身体也在发光 天上也是一样的 上了天不需要点灯 点灯也就是装饰 因为不需要 每一位天人身上都带光 其实我们也带光 我们每个人都有光 可是我们的眼睛不顶事 看不见 特殊情况下 我们就能看到 每个人都有光 不过比天人的光 当然就比不了了 如果不偷盗 经常就能够得到富贵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如果贫穷 是因为以往两个因素 一个犯偷盗 另外一个迁滩 不肯布食 现在如果能够不偷盗 而且能够不食 当然就会具足钱财 不会发烧 升到天上以后 有七宝宫殿 随身 有好的娱乐 心情当然也好 下面讲到不淫 男女巨不淫 男女巨不淫 就是不邪淫 在家不可能是不淫 不邪淫就好了 双方都能够保持清静 这样的话呢 身体会有香味 不会发臭 而且将来 不论是升到人间 还是天上 都会长得很端正 佛教不用美丽 也不用漂亮 说端正 而且以后 也会遵守道德规范 不会越界 如果不说假话呢 嘴巴不会发臭 口气是香的 而且说言语 不会颠颠倒倒 说半天说不清楚 所以说 谈论起来呢 口不会口吃 口吃的人呢 就是想说 但是老是说不了 那么顺利 这就是因为往昔 口业不清静造成的 说真实话 不说假话的人 言必行 行必果 口和行为 和心是一致的 下面讲 酒肉不过口 把酒和肉放在一起 本来没有说肉 只说酒 但是世间的人 喝酒的时候就要吃肉 吃肉的时候要喝酒 所以这两件事 经常是联系在一起的 现在呢 还要再加一条 就是抽烟 抽烟喝酒 盐酒盐酒 所以呢 这三种都要借除 盐 酒 肉 不喝酒 心就不会乱 不会乱就不会犯错误 因为酒属于折戒 它会引起别的犯戒行为 它本身 其实本来也没有什么 少喝没有什么 喝多了就出问题 关键在于你把握不住啊 开始少喝一点点 喝的喝的 大家互相 互相让 让 强迫 就喝多了 喝酒的人都是这样的 你必须喝 想办法让你喝 咱俩碰一杯 然后那个过来 又给你碰 三碰两碰 躺那不动 或者呢 还可以 但是开始胡说八道了 签个合同吧 拿来 签 签完了以后 醒来以后就后悔了 后悔晚了 有些人做生意很会做 就是借这个机会 让你签一些 不太好的合同 然后你没有办法了 能够遵守这五条 就能够成为天人 寿终之后啊 就有25位护法神 来迎接你 去做天人 五种福报啊 就自然来到 做了天人以后 声光晃耀 那么这25位神 是什么神呢 其实25位就是护法神 每受一戒 延迟不犯 就有五个神 一直跟着你 护持你 你再受五戒 又有五个 五条戒律 你都延迟不犯 25位护法神 永远跟着你 到时候就送你 往生天戒 如果你毁掉一戒 五个护法神就离开 再毁掉一戒 十个护法神都不见了 所以不可以犯戒 要受戒 要持戒 不能犯戒 犯戒护法神就跑了 怎么样才能够使护法神 再回来呢 忏悔 忏悔以后延迟不犯 护法神就又回来了 就是说你真心忏悔 等于是呼唤护法神 你广教护法神 你回来 他不会回来 你延迟不犯 他就回来了 我们再往下看经文 佛告便衣 富有五世得生人中 何谓为武 一者不失 恩润贫穷 二者持戒 不犯食恶 三者忍辱 不乱众医 四者精进 劝化懈怠 五者一心 奉孝尽忠 是为五世得生人中 大富长寿 端正威德 得为人主 一切尽事 佛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前面呢 是讲五戒不犯 这里是说 在五戒的基础上 你还能够做得更好 第一不失 要救济贫穷的人 包括救济那些 生命垂危的动物 没吃没喝的动物 看到 遇到以后 你就去救济 我们不可能跑到野外去观察 哪一个老鼠没吃的了 那个我们很难做得到的 万一让我们碰到 大家一般的救济流浪狗 因为流浪狗有的时候 生活比较心酸 不过呢 救济的多了以后 就野狗成灾啊 所以事情呢 都是有连环连锁的反应 怎么样能做得最好呢 居士在家 不要养动物 世间的人 我们没有办法 你跟他说 他还是要养 有的居士说 不行啊 我已经养了 怎么办 再说那些流浪狗 那么可怜 我要回来养他 养他呢 就防止他 在下小狗 因为 一下小狗 小狗增加了 最后你的生活成问题了 我们有些居士 心非常好 最后养到 没有钱去买狗屎 自己的生活贫寒 非常贫寒 也需要其他的人来帮助 那这怎么办呢 做事情做得差不多就好 你救济太多 要看自己能力 第二持戒 不犯食恶 这个标准一看呢 好像颠倒过来了 颜持五戒可以升天 要做到实善 才能够做人 其实有些时候 做人真的 比上天还难 因为在人间好修行 比天人好修行 这实恶呢 就是实善的相反 所谓 杀到淫忘酒 再加上口呢 分成四种 再加上贪嗔痴 这就是实恶 如果不犯食恶 就是说能够做得很好 当然就能够保住人生 第三 忍辱不乱众义 就是能够横顺众生 众生要骂就让他骂 众生要打就打 众生要杀也可以 有人说那怎么行 他凭什么欺负我 没凭什么 凭你以前欺负他 这次他就要欺负你 我们经常碰到这种情况 有些人真的你没惹他 他就要欺负你 往昔一定有一些不好的因素 有些时候一大群人 他都欺负 碰到你他就不欺负 这很奇怪 我们有一位师兄弟 讲了一件事情 坐火车碰到劫匪了 每个人都把钱包拿出来 他拿着枪 你不拿出来 他会打你 人都要保命 保住命那是第一 所以乖乖的都拿出来 把钱都拿出来 他们不要钱包 把钱放到袋子里 然后就好了 碰到出家人 也准备了一些钱 因为人人都把钱拿出来 这个不给不行 出家人也没有办法 你不能说你出家人就没钱 他拿出来 他拿出来 一看他出家人 从袋子里掏了一大把钱 装好 拿走让他拿走 不拿不行 为什么不拿 瞪眼睛 拿着 他没有办法拿着了 这是碰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劫匪不但没有劫他 还给他钱 这往昔有善姻缘 也说明这个劫匪心虽然恶 但是还有一点点善心 碰到出家人不抢劫 还要给他钱 有些时候因果真的很复杂 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 唯佛与佛乃能尽之 这 忍耐对我们修行来说太重要了 好多人不懂道理 不能忍耐 其实你忍耐 事情就过去了 意思就是说 恶业现前以后 恶业就消了 你忍耐一次消一次 忍耐两次消两次 多了以后成习惯 什么业在你面前 不起作用 证明你的业都消得很好了 骂你一句 你就还一句 甚至还两句 完了 你就增加了恶业了 所以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我们不脑害他人 就是说我们不议论别人 也不嫉妒别人 不说别人坏话 不打骂别人 另外呢 别人如果 这样对待我们的时候 我们安忍 不说话 任凭他 任凭他欺负 当然有的人会 甚嚣尘尚 你给他 鼻子他就登脸 他越来越厉害了 欺负你更严重了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 我们过去造的也比较多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你不说话 他就算了 可是有的人 他会一二再再二三的 就是我们平常人所说的 他看我软弱 他就欺负我没完了 所以我就要变得坚强 其实修行人不然 就一只人 因为证明我们的业比较多 我们感谢他 把我们的业能够全部消掉 这不是好事吗 所以修行人的做法 想法跟平常人是不一样的 在别人眼中看我们 这个人真是软弱好欺 对了 就是让他欺 欺够了就不欺了 释迦牟尼佛 做常不清菩萨的时候 给别人顶礼 你们都是未来佛 都有真如佛性 必定成佛 赞叹 时间长了以后 这些人很生气 就踢他 踢他他也学聪明了 跑得远远的顶个礼 说你们将来一定成佛 然后就跑掉了 打不住他 结果再坚持的 时间长了以后 这些人就很奇怪 问一问 他为什么这样说呢 不打他了 我们不打你 你给我们讲一下 然后就都做弟子了 因为他讲的有道理 转变了 我们忍辱忍到底 最后也会有这样的好结果 就是你要忍到底 第四精进 劝化懈怠 不但自己不懈怠 而且要做一个精进的榜样 劝化别人也不要懈怠 懈怠是什么意思 闲散懒惰 不做事情 不好好修行 放逸 不精进就是懈怠 我们之所以不能正果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被误导了 没有政治证件 第二个原因 有了政治证件也不精进 除了这两个原因 没了 所以精进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前天和昨天 我们在台湾举办了第一次八观摘戒 再加上24小时念佛 一共25个小时 大概有50多人坚持到底 很好 他们也最后非常欢喜 这个一看就能知道的 能感觉到的 他不是说一散法会大家走了 还不着急走 因为都有很大的收获 找到了很具体落实的念佛法门 这个我们有机会再讲 就不说那么多 只是说一定要精进修行 你精进修行以后啊 就会有很深刻的体验 有很具体的方法落实 你就知道功夫怎么能够建立 因为你精进一定建立的 而且何况 其中会教你很多用功的方法 我们都教得很落实 当场进行实践 检验 反复地进行实践 第五一心 奉孝尽忠 奉孝指的是在家里 尽忠是指对国家 不可以不孝敬父母 不恭敬师长 也不可以犯上作乱 其实管理一个国家也相当不容易 我们平常管理一个家庭 或者管理一个小团体 都感觉到力不从心 这么难呢 管理一个国家那么容易吗 管理一个国家也不容易 台湾比较小 所以可以放开民主 有些国家很大 放得太宽了不行 因为太难管了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臣民 也要体谅政府的苦衷 我们做一个好老百姓 就好了 过多的闲事呢 我们管不了啊 那南北极要融化了 天上出了大窟窿 我们怎么管 没有办法 我们自己做了 我们做得好 我们有强盛的别业就好了 灾难不会临到我们身上 这个你放心 只要你修行 大的灾难不会到你身上 就算有灾难 你因为你有不供业 你会逃离灾难 地震别人都压了 你没事 什么事也没有 就算把你困到房子里 也会有人解救 你可能毫发未损 大不了饿两天 没事 两天当中拼命念佛 功夫上涨了 所以在这个灾难 比较频繁的时代呢 我们要修我们强盛的别业 怎么修呢 就是像经典里面教我们的 最起码在五界上 我们要延迟不犯 另外在五个方面 我们要 互生 放生 乃至于我们 救济贫穷等等 如果能够做到这五个方面 就会得胜人种 而且再一次来到人间的时候 大富 长寿 这是指有些人 不发愿 往生极乐世界的人 能够这样做的话 你还能够获得人生 而且能够 满你的愿 长寿 富贵 我们一般不发这个愿 都发往生极乐世界的愿 在座 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举手 好 手放下 发生继续来到人间的举手 没有 都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就免了 因为我们不发愿 不发愿回到人间 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法门 也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推荐的 所以我们还是算 按照佛的教导去做的 应该是没有问题 往生极乐以后 能够有三种不退 为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然后毕竟称佛 达到究竟不退 有能力呢 就继续回到这个 娑婆世界 度化众生 或者呢 到其他的世界 没有佛法的地方 我们就去弘扬佛法 当然 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念佛的时候 我们开始修行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建设 我们自己成佛以后的净土 以后成佛 就是到我们自己 已经建立起来的净土 去教化众生了 你现在接的所有的缘 那些众生没有被教化 而应该在你成佛以后 接受你教化 那些有缘人呢 就会生到你成佛的 那个世界里面 接受你的教化 所以要广泛的接缘 刚才我们说 看到很多乞丐 我们知道他是假的 不真实 我们也跟他接缘 因为这些人可能以后 就是我们 未来要教化的众生 不单大富长寿 而且端正 又长得好 个子不会太小啊 长得很漂亮 很潇洒 而且有威德 别人会很尊敬你 你说话别人会听 我们再往下看经文 耳时世尊以祭颂约 不时得大富 钱财而自然 所生常尊贵 则得富于财 持戒常玩具 奉寿三尊教 尽心不犯恶 便得寿命长 忍辱不乱重 称惠不犯人 郭骂不环抱 所生常端正 金尽不懈怠 常念奉持行 所生者豪强 得为一切将 一心不退转 忠信念反复 共事诸尊长 所生无艰难 若行此武士 者转得人主 财力色端正 自然勇猛将 然后佛又说了一遍 说如果不失 就一定能够得到富贵 钱财会自然而来 因为什么 因为你有福报 我们看到在人间 有一些人 他稍微做一点生意 做得很好 也没有费太大的力气 有的人费很大的力气 也挣不了多少钱 努力挣得的钱财一不小心又丢失了 没有了 或者被人敲诈了 或者丢掉了 或者家里面出问题又用掉了 这都是往昔 有种种的逆源 没有办法 我还听说一个人 原来是农村的 也不是字 他用了好多大学生 他自己连字都不认识 他做什么呢 做挂历 赚很多钱 赚了钱以后 他进行大部事 盖学校干什么的 我一看这个人没问题 这往昔 他就是修福报的人 所以这一生呢 他某种姻缘 升到偏远的农村 所以没有钱上学 那个地方教育也不发达 可是一旦 有机会了做生意 不会做别的 就做挂历而已 可是呢 赚到很多钱 有福报嘛 过去有福报嘛 随便做什么生意 一定会赚钱 他自己不是字 但是用很多大学生 大学生识字嘛 给他打工 因为什么 因为他有布施的喜气 他一旦有钱 他进行大布施 这个人外表上 长得傻傻的 别人看他一点也不精明 他确实也不精明 因为他不扣啊 做生意不扣啊 让力比较多 差不多 行行行 就按你的方法做吧 人家愿意跟他做生意 因为从他身上 能赚比较多的钱 你跟别人做他 很精明 不让别人赚钱 哇 这个生意越做越小了 他呢 越做越大 因为他懂布施 懂让利 另外有的人呢 由于布施 所以能够生到 比较富贵 有钱人的家里边 那么就自然地继承了 家里边的财产 老人家过世以后 财产就是他的 自己也不用怎么辛苦去赚钱 你要生到一个贫困人的家里边 要自己要努力赚才可以 这都是由于布施得来的福报 如果能够完全持戒严谨 奉寿三尊的教化 那三尊就是佛法僧 尽心不犯戒 不犯恶 那就能够长寿 如果能够忍辱 不称慧 不欺凌他人 不打骂 别人打骂 也不环抱 这样的话 就能够长得端正 所以人长得端正 是由于能够忍辱 长得不端正的话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经常起嗔恨心 就不可能端正 那长得就是一副 比较凶恶的像 因为往昔老凶恶 就长那个凶恶的像 所以怨不着别人呢 这一世改了毛病 下一世就端正了 如果不改 下一世好不到哪里去 如果精进不懈怠 能够奉行诸法 那么生到人中 就会比较有势力 不受别人的欺负 而且能够 带领其他的人 有威势可以领重 如果一心修行 不退转 不懈怠 而且能够为人 忠信 奉事尊长 以后生到人中 生活没有艰难 就很顺利 如果能够奉持 五戒 或者布施 等等 众善奉行 这样就能够生到人中 有才 而且 长得端正 勇武 有力 我们再看经文 佛父 告辩一 有五事行 死入地狱 一劫乃处 何谓为无 一者不信 有佛法众 而行诽谤 轻毁圣道 二者破坏 佛寺尊庙 三者四倍 转相 毁谤 不信 殃罪 无敬 顺义 四者反逆 无有上下 君臣父子 不相顺从 无者 当来有欲为道者 以德为道 便不顺诗教 而自拱高 拱高 轻慢 放尸 视为武士 死入地狱 辗转地狱 无有出妻 讲完升天做人 然后开始讲下地狱的事情 什么原因使人 掉到地狱里边去呢 有五种原因 死了以后 一定掉到地狱里边 经过一亿节才能出来 但是也不一定是一亿节 可能两亿三亿 乃至一亿节 因为地狱的寿命很长 第一 不信有佛法僧三宝 而且对三宝呢 诽谤 轻毁 看不起啊 随便议论 这样的人麻烦了 一看呢 将来就没有好的去处 我们平常跟世间的一些人接触 我们大家知道的 有人你怎么给他讲 他都不信 不信可以啊 你不能诽谤啊 有的人他会诽谤 他那个嘴巴 随便讲话 太不 太不 太不庄重了 你不信 你就说 你不信就好了 你不要骂 有的人他骂 骂佛教 不可以 前两天我讲经 讲经有 有一个人呢 有一个人赞叹 说明正法师 越长越年轻了 然后我回答说 我说不可能 最多也就是看着年轻了 不可能越来越年轻 人一定是越来越老了 但是对方呢 他是赞叹嘛 他是说好话了 然后旁边有个人 在网上讲经的中间的字幕 他打字幕 那个人说什么 师父 他拍你马屁呢 他把我们俩一块骂了 我是人怎么是马屁呢 人家是赞叹 他呢 小小的诽谤 不严重了 我说你赶快忏悔 你这是小小的错 不是大错 因为说话太轻浮 随便说话的 如果我们骂别人是狗 仅仅是骂 还不是杀 骂别人是狗 结果做狗的是自己 骂别人是驴 做驴的是你自己 而不是别人 所以不可以随便说话 如果说骂到佛菩萨 骂到佛法 骂到僧众 这个就以后会掉到地狱里面去 第二 破坏佛寺尊庙 寺庙虽然小 仍然是四重弟子 修学佛法 感受佛法 教化之处 只要有佛 我们去磕个头 顶个礼 这不是也是种善种吗 其他路来路过的人 烧个香 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那你把这个庙捣毁以后 你就麻烦了 有一个小寺庙 过去有石碑 这是大陆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当中 开始有一些年轻人就毁坏 其他地方呢 这个房子什么都拆了 剩下这个店前面 有一个碑竖着的 他拿锤砸了半天 砸不下来 他很生气 回家拿了炸药和雷管来了 他很生气 要把这个碑给他炸掉了 不让他在那里立着 点着了以后 雷管不响 点了半天不响 他到跟前看 响了 把炸死了 当场就死了 而那个碑呢 只是炸断了而已 后来呢 就被人埋了 埋了以后 再建庙的时候挖出来 用胶一粘就好了 又立起来 那他死掉了 当场就献报了 所以不可以了 一定要小心谨慎 三宝的事情 你做了以后会很麻烦 护法身 他有种种奇怪的事情 让他发生 你没办法的 有一个肉身菩萨 他死了以后 留下肉体不坏的 没有经过任何防腐措施 因为只是一个普通和尚 结果被寺庙藏到 家壁墙里边 就是说 保护他肉身不坏的这些人呢 岁数也大了 没有办法 修庙的时候 把他藏到墙壁里边 后来人家拆庙了 把房子 上面有木头 拿走 门窗拿走 上面的雨淋淋淋 把这个墙 淋得一下裂开 倒下来 万一看怎么里面有个肉身 这个老百姓信佛呢 就把肉身呢 放到一个缸里面 埋到地下了 埋到地下以后 有一些年轻人 就打听到这件事 给他挖出来 其实他们 你说这件事情 对你有什么好处 他们不懂啊 挖出来以后 他就想把这个人 从那个缸里边拿出来 拿出来 他贪图那个缸 他要那个缸 这个人长得 个子比较 形体比较大 当时不知道有什么办法 弄给他塞到缸里去了 现在怎么拉也拉不出来 这个人很生气 一个年轻人生了气了 拿铁锹要铲他这个脑袋 旁边一个人说 都是坏人 这几个人都干这个事 但是有一个人心比较软 不可以啊 就是说你要把这个人 拿出来 然后用这个缸 这还可以 你说把他脑袋缠下来 这个千万做不得 那一个年轻人 胆子非常大 骂了一句 一敲就把头给缠下来 第二天就死了 暴病身亡 因果来得太快了 当时你认为无所谓 那你突然得病 这怎么办呢 那一致来不及就死了 当时就死了 所以因果很可怕 修行人一定要注重 平常的人不注重 不注重因果也会兑现的 因果才不管你注重不注重 问题在于 你当时受了恶报 这是表面的 那死了以后去哪里呢 掉地狱里了 这两个人一定掉地狱的 到不了别的地方了 三者 四辈转相诽谤 不信殃罪 无尽顺意 如果大家互相诽谤 四辈呢 指的是四辈弟子 虽然学佛了 虽然三规五戒了 可是互相之间不尊重 都会掉到地狱里 因为不信因果 佛反复教导 弟子呢 要互相团结 僧人呢 要僧赞僧 佛法性 互相诽谤 有什么好处啊 结果呢 都跑到地狱里 那我们学佛是为什么 学佛绝对不是为了到地狱里 四辙 反逆 无有上下 君臣父子 不相顺从 就是 没有伦理道德 中国人讲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国有国法 家有家教 中国人 过去都是比较严格的 现在不行了 可能跟外国学的 父母打孩子一下 孩子可以告法院 外国都是这样的 父母不敢打孩子 惹不起 就是 一味的浇灌 说都说不了 别说打骂了 不行的 结果孩子都惯坏了 惯坏以后 也有恶报 你长大 你没有能力 别人说不得 一说就干账 干账别人不怕你啊 混想打起来了 打起来就有损伤啊 所以不是好事 如果从小家教很严 家贫出孝子 棒打出孝子 以后反而会 雄规蹈矩比较听话 不容易犯错误 如果反叛 结果怎么样 你破坏了国家 引起了国家 发生内乱战争 民补聊生 死伤严重 你跺到地狱里 好不了 纵然你好像显得有威力 你可以有能力去推翻政府 结果最后你的结果 掉到地狱里面去 因为很多老百姓 因为你而死伤了 无者当来由于为道者 以得为道 便不顺 便不顺失教 而自公告 轻慢 傍失 诽谤 师父 也会掉到地狱里面去 由于 你不好好的修行 不顺失教 结果来世 就算你做了人 你还是不愿意听师父的话 这是因为往昔 可能就愿意修道 但是不听老师的话 老师会有种种的方法教你 你不听老师的话 老师有办法用不上力气 小时候我见过 这个调皮捣蛋的学生 我也是学生 我们班里有学生 就这样做这个事情 老师来上课 他找一个拨器 放到门的上面 门开一个缝 正好把拨器架到那里 老师进来一推门 夸他扣到脑袋上来 老师当然很生气 老师说 谁搞的 不吭声 谁也不不出来说 谁也不敢说 这个学生很坏 欺负老师 小不懂事 可是因果不会放过你 你当老师的时候 这个学生后来果然当老师了 学生也会如此收拾你 学生也会如此收拾你 你也跑不了 一抱还一抱的 那你要做老师 你愿意学生这样收拾你吗 小时候不懂事 不懂事是不懂事 但是也是有前因后果的 学佛的人 刚才我们举的例子是世间的例子 学佛的人 学佛以后 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使老师 使法师师长能够按他的方法 他懂得修学的内容来教你 他施舍了很多方便 你这个不听 他换一个 换一个方法 你还不听 他没有办法 最后的结果 自己遭殃啊 好多人不懂这个道理 他总是按自己的意思 我要这样 我要那样 开始师父一定随顺你的 随顺到最后 你学不到东西 因为他施舍一切都没有办法 我过去当老师 我现在出家当僧人 我这个方面有很多体验 那我跟他们说 你们要听话 平常做事 你也要听话 告诉你这样做那样做 不是佛法 是日间生活的小事情 你要听 你不听很多 很多具体的方法 没办法教你了 你这个听了以后 那个也听 他就可以用种种方法教你 就好办了 如果做这五种不好的事情的话 那么死了以后 就会掉到地狱里 在地狱里边辗转 这个地狱完了以后 到另外一个地狱 然后到另外的地狱 这个地球 地球上的地狱 如果地球爆炸了 没有了 地球毁损了 佛经里面说呢 你会转到另外一个世界 那个世界的地狱里面 你会转到那里去 还是要受苦 还是跑不了 所以修缮的人 你也不用担心 当这个世界毁灭的时候 你会转到另外一个好的世界 去继续生活 或者继续修行 不用担心 我们念佛人 当然更不担心 如果灾难到来的时候 我们在死的那一刹那 我们就往生极乐世界了 而时世尊以祭颂约 世间愚痴人不信佛法众 愚意欲毁坏 言佛无有神 眼见善恶事 故作重罪行 神似而坏之 力少得罪多 莫是诸四辈 寒赌怀极度 名利故相悔 不知后罪重 世间诸群臣 父子恶相加 财宝利明故 无有敬顺义 当来诸恶人 以德为沙门 不奉受施教 此受罪不轻 此行此五事者 其罪不可说 一劫地狱中 诸佛不能救 这个内容呢 我们就不再讲了 因为刚才呢 都讲过了 这是佛用祭颂再说一遍 下面我们看另外的内容 父次长者子 有五事行 堕恶鬼中 何谓为武 一者千贪 不遇不失 二者盗窃 不孝二亲 三者愚名 无有慈心 四者集聚财物 不肯依食 五者不己父母 兄弟妻子奴婢 视为武士 夺恶鬼中 大家看这五条呢 都属于千贪 不肯不食 小气 吝啬 这样的人呢 纵然你有财富 结果呢 会掉到地狱里 当然 如果他懂得念佛 有这些毛病 只要 他只是不给别人 他自己不偷 就可以 那么这样的人的话 也不见得掉到地狱里面 因为肯念佛 肯学习佛法 还是能往生到极乐世界的 如果不学佛 不发愿往生 那就麻烦了 那就地狱等着你 不是这个恶鬼道众生 等着你 这五种事 就是造成恶鬼因的五种事 第一 千贪 不不食 有的人奉行一种原则 不借给别人钱 你说什么也不借给你 其实有些时候 人家张了口呢 你生活也不是很富裕 另外你知道他可能不还你 或者没有能力还你了 他很为难 那么你给他一部分钱 不是很大的数量 好比说他跟你借二十万 你没有 你说我借给你五万 你知道这五万也不会还你了 如果你没有 你没有那么多钱 五万也 就是五万不能布施给他 因为他不还了 你就当布施了 我给你一万 给他一万 你跟他说 我这里也不是很富裕 你辗转多找几个人 差不多能凑起来就好了 这样每个人的损失不会太大 当然你还是要看这个人 如果这个人以借钱的名义 借到以后花天酒地 那就拒绝不给 不给是救他 是帮助他 我们给他的前提 是他真的遭难了 是指的这个意思 如果他假借做生意的名义借 你借了以后 他有恶习 他会挥霍浪费的话 那就不借给他 这个我们自己没有犯错误 第二呢 不丹不布施还盗窃 不管你盗窃多少 都是掉到恶鬼道的因 所以小小的盗窃不可以犯 过去我们中国人说 小的时候偷针 如果不管的话 长大他会偷牛 一针都不可以偷 难道可以偷别的东西吗 什么都不可以 我们做居士 其中有一个大问题 就是不可以偷税漏税 做生意嘛 有税收啊 不要占这个便宜 你不是偷个人的 你偷国家的也叫偷 要按照税法去合理纳税 包括不孝二亲 你虽然没有偷父母的钱 但是你该给父母的 你苛扣没有给 作为子女要养护父母嘛 父母老了 过去现在有退休 有社会保险 以前没有啊 以前就要靠子女来养老 你到时候你苛扣 不给父母足够的生活费用 结果呢 你会掉到恶鬼道里 因为有些人自己生活很好 让父母生活的不好 我还在做学生的时候 我的一个同学 他旁边有个邻居 这家人就议论这个邻居 做得太过分了 这个邻居是一个干部 不是很大的干部 但是也不是很小的干部 你想他如果是大干部 他能和老百姓住到一起吗 他跟老百姓住到一起的 就在一个楼房里 是邻居嘛 当然我那个同学 他也不是很贫寒的人 还是可以 结果他不让父母 跟他住到一个房子里边 过去楼房下面 会有一排小房子 那小房子是储藏东西用的 不是住人用的 他让父母住到 那个储藏的小屋子里 所以招来邻居一片白眼 都说他不好 这还是一个干部 干部你能够这样 做老百姓的榜样吗 这怎么可以 中国人非常讲孝道的 你要不孝的话 大家都背后戳你几两股 他不懂啊 不学佛拿懂这个 今后掉到恶鬼道 三者 于明 无有慈心 看到别人有困难 不帮助 没有慈心 没有慈心 该救助不救助 看到别人在危难之中 你掏一个小钱 或者说一句好话 你就能救他 你就是不肯救 这就要没有慈心 所以这个慈心有大有小 总是要发慈心 想办法救护别人 你救护别人 那么当你有危难的时候 别人也会帮助你 谁敢保证自己 就没有危难呢 今天你可能是人上人 明天你就可能是接下去 谁知道 有些干部高高在上 贪污腐化 以为没关系 可是第二天就被人揭发了 满门抄家 财产都拿走 没收 然后打到监狱里面去了 你不就完了吗 那你过去 如果有钱的时候 有事的时候 你帮助过别人 最起码有人探监呢 给你买一包点心 送你吃 所以要广泛地接善缘 我们要发慈悲心 第四 集聚财物不肯衣食 这两句说得很有意思 自己集聚了好多财物 连自己都舍不得用 这个人今后也要掉到恶轨道 他没有涉及别人 就是自己也不肯用 这种人呢 在原始积累时期比较多 就是说一些新发财的人 要结一缩食 因为他准备钱以后 能够今后发展生产 做滚动 结一缩食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呢 你要小心了 如果你有那个心 发展起来以后 可以布施 还好 如果没有这个心 一直都是这样 结一缩食 连自己也不肯用 纵然你得到了一些财富 今后你也会堕到 恶轨道 无者 不挤父母兄弟 妻子奴婢 这就涉及到别人了 不单自己皆一缩食 而且 不让父母 妻子 就是老婆孩子 还有兄弟姊妹 还有自己家用的用人 这些 你也可扣他们 这样的话 会堕到恶轨道 像我们以前讲过 在法国小说家 巴尔扎克笔下 就有一个 欧耶尼格朗台 欧耶尼是他女儿的名字 他爸爸叫老哥浪台 这老哥浪台 很会积聚财富 积聚起来以后 他自己舍不得花 他也不让 不让自己的老婆孩子花 他们老婆孩子 还让他们做针线 像一般的 女人一样 在家里边 要做针线活 家里边没有用人 晚上两个人做活 就点一只蜡烛 不给他点两只 当时没有电灯了 非常小气 结果他得的果报是什么 当他一咽气的时候 女儿把他金库里边的东西 拿出来 全部是穷人的 这就是他积聚起来的结果 在世的时候 你怎么就不亲自去布施呢 结果那好处给女儿得了 女儿拿出来都布施了 恨透他父亲了 这五条呢 是堕入恶鬼之中的原因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你一定会知道 靠近个案组组会报医疗系统 要怎么用 西游用成了后 会收到手机的信息 小新照片 车人名望记事 BBS.CDC.GOV.TW 接个点几回报 收线 达到基本资料 如果你有的窗 窗户困难 平均一直疼疼 或者疯忽 恢复或催俊 整个面部关切的正好 车马上跟EEQ连络 刷了来 有新的人 小油漬的缓假 或是65块 一上一个人大的面穿 车在这边高算 后来 车想一个作为大的五项 开始车刷定一条团 总共有五大地 车完之后 会记得连络你同大的亲人 进行组织方式 会才是基加价里 如果你有到小油鼓励APP 也请自己上传CGID 照顾自己也保护某人 中央流行以前 这回当心关心里 严格来说 这里所说的佛教 是指中国佛教 因为佛教另外两大教派 雄文城与金刚城 所传布的地区 并没有特别素食风气 传统的中国佛教 素食的定义 是不食肉 而是蔬果植物 并且也不吃会妨碍修行的食物 传统的吃素 不只不吃众生肉 也不吃蛋 卤络制品 酒 以及葱 蒜 韭菜等刺激性的蔬菜 不仅是中国僧众不吃 其信众也都遵循这一传统 严格来说 真正吃素的人 也不喝牛奶 乳制品 燕窝等 对于淡素 奶素 或淡奶素者 中国佛教界 一直是宽容的态度 所以一般允许吃素的佛弟子 使用淡奶 在教界的表示 某人吃泉素 有时会说 吃得很轻 意思是 除了不吃肉 奶 蛋 等动物食品外 也不吃五星等心善植物 互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素往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不让生命受苦 占来一切生命 生命电视与您 共同救护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 延迟海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